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家早餐蛮丰盛的 而且它是位于这以前法国殖民地 所以它的西式餐点做的也算道地 那早上的餐点如果是印度式 通常都有很多香料 味道蛮浓 我的早餐味还不太能够接受太浓的香料 这个可爱的三角咸咸的煎饼 就是我这几天的最爱 可以沾三种酱脆脆的很爽口 配上甜甜的优格 还有croissant和松饼 嗯 太满足了 出发吧 我们要去滨海大道晃一晃 吃完早餐太开心 所以出完太晚了 光线有点强烈 吃上有点不开心 因为太强的光线拍建筑物 对比反差太强烈 拍出不好看 那明天就先拍照片 再来吃早餐好了 现在的孟加拉湾 波涛汹涌 海边虽然太阳很大 还是觉得很漂亮 这是我们的饭店 旁边是一座灯塔 哦 有警察在执勤 它在叫大家 是浪太大吗 对 要离开海岸边一点 印度妇女的传统沙粒 通常都是颜色饱满 鲜艳亮丽 擀粮式的也都会搭配一条长长的围巾 围巾裙脚在海风中微微的飞扬 沙尔士好看啊 这位制服笔挺的警察叔叔 在执行的同时也做好了国民外交 我要跟警察照张相片 滨海太热了 我们还是来到绿意盎人的法国殖民地 White Town来逛一逛 这个White Town是由17世纪 法国人在这里殖民留下来的建筑物群 街道也是用法文来命名 若不是有印度人走在上面 还真的是以为在法国小镇呢 这里的房子设计优美 简洁而且环境维护得非常干净 相较于印度其他的地方 它是显得与众不同 街上有很多特别的小店或是咖啡店 都可以进去逛逛 参观喝个东西 街上有一个推着卖冰棒的小贩儿 有一群看起来像是在户外教学的中学生 天气太热了 他们也来吃冰棒 这让我想起以前小时候放学都有卖拔布的阿伯 你好 是 working嗎 是 是 工作吗 是 好 是 嘿嘿嘿 天氣很熱 每個人都想吃一根冰箱 姐姐 哪個國家你從? 台灣 蛤? 台灣 不是台灣 台灣 台灣? 沒有台灣 台灣 台灣 我不太確定他們到底是不知道台灣這個國家在哪裡 I'm really struggling Hi nice to meet you 你是YouTuber? I start, I just start 一群活潑的孩子 青春真是好啊 一群活潑的孩子 Bye 另外要提到一點是 當地有一所法國學校 是在1826年就成立 由當時的法國殖民政府 提供給當地的居民免費教育 歷史非常的悠久 傍晚我們回到冰海大道 這時候 毒辣的日頭已經轉變成溫和的夕陽 大道上有一座 印度國父甘地的紀念銅像 是很多印度人喜歡在此留戀合影的地方 伴著滔滔的海浪聲 有些是和家來散步 有些是情侶來談心 Pondicherry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有優雅的法式風情殖民小鎮 再加上寬廣舒適的滨海大道 又混合著濃濃的印度艷麗 瑰麗的色彩 讓它跟印度其他的地方 顯得這麼的與眾不同 難怪這邊會吸引很多觀光客而來 在這裡可以暫時脫離印度的現實狀況 徜徉在往日的法國殖民風情 只是現在我想問 寬過的印度洋 長大的少年派你在哪裡呢?